下背疼痛是许多民众都有过的经验 严重时甚至会影响生活 做也不是 走也不是 一直躺在床上 一般疼痛可以用药物复健 或是针灸的方式治疗 情况严重的人 医生会评估疼痛原因 采取微创手术来解决 伤口小 不会破坏不必要的肌肉跟筋膜 手术的风险会大大的减少 健康暴泥汁带您解开 脑人的下背痛问题 全球大一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玻璃栽 我是王春花 根据健保的资料库显示 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 每三个月会经历一次下背痛 而高达其中97%以上是因为肌肉骨骼等因素所导致 而治疗这项背痛的方式有很多 从中医的推拿针灸到西医各种不同程度的治疗方式都有 我们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三位专家来到现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想请教一下李医师 就是造成这下背痛大部分是因为肌肉啊骨骼等因素 例如所谓的扭伤拉伤知识不良所导致之外 还有哪些疾病有可能会造成下背痛啊 是谢谢主持人 其实下背痛是骨骼门诊最常见的症状 根据统计大概80%的民众 医生当中至少会经历过一次严重的下背痛 那下背部的构造如果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肌肉筋膜 第二类是脊椎的关节骨骼 第三类是神经的构造 那刚刚主持人也提到 最常见的就是因为肌肉筋膜造成的疼痛下背痛 那简称闪到腰筋膜炎或肌肉拉伤 大部分是因为姿势不良 搬重物或运动伤害造成的 这类病人大概占了70%左右 第二部分是年纪大的病人因为退化 导致关节炎 脊椎滑脱 椎肩盘突出压迫到神经 造成所谓的坐骨神经痛 这部分的病人大概占了20%左右 第三部分是骨质疏松造成的压迫性骨折 占了10% 近年来在门诊可以发现到 下背痛有年轻化的趋势 大部分是因为上班族长时间久坐 缺乏运动 肌肉跟关节慢性的累积许多的压力 造成发炎也是提早退化的原因 另外过于肥胖 或者是长时间从事劳力工作的人 也是下背痛退化的高危险群 是 所以造成的原因真的好多 那如果说民众如果来到你的门诊 你应该如何帮他做个初步的诊断或判断 第一步我们会问病人疼痛的程度 还有疼痛的特性 包括是不是影响到走路 会不会影响到日常生活 那一天当中是什么情况会特别严重 什么情况会稍微缓解 第二步我们会做神经学检查 包括检测病人的肌腱反射 肌力 另外有没有引发病人的酸麻痛 第三步我们才会帮病人安排X光 或核磁共振的检查 看一下病人的结构 是不是真的有压迫到神经长骨刺 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就会造成病人的酸麻痛 这部分我们可以请麻醉科陈医师为大家解释 好那陈如刚刚李医师所说的 下背痛有非常多的类型 其中有一种就是 我们的脊椎内部的脊髓受到压迫 以这位病患的影像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第四第五腰椎 跟第五腰椎第一间椎的地方 他因为椎间盘突出压迫到了脊髓神经 那他导致他有一个下背痛 同时痛到臀部以及脚的一个症状 那么看到这是一个横切面的图 可以看到说这是左边 这个椎间盘有列为突出的部分 他对于脊髓有一些轻微的压迫 那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部位 可以看到说椎间盘并没有压迫到脊髓的部分 也就是说到我们的椎间盘 有一些因为比如说像是受伤感染 或者是因为失利不当脊椎滑脱等等因素 造成的椎间盘突出导致脊髓压迫 这也会造成下背痛的一个原因 好我们看下一张 那这是一个示意图 可以看到说这是正常的椎间盘 那这个是我们中间脊髓的部分 那当他是正常的状态的时候 脊髓不会受到压迫 但如果脊髓盘有受伤有破裂突出 压迫到脊髓腔的时候 脊髓的神经可能就会因为受到压迫而导致疼痛 是所以想请教一下我们中医的李医师 就是就西医来讲很多都是用影像的检查 来确诊这个所谓的一些诊断这个下背痛 那就中医的观点呢 如何来去阐述说这个有关这个痛啊 麻啊或者是这些的问题呢 好那因为大家应该可以想象说 腰痛这个疾病或是腰腿疼痛 不会是古代才有 现在才有的病 这个一定是古代就存在的 那像在汉朝那个时代 有一本中医很重要的书籍叫《黄帝内经》 它里面其实就有针对腰痛有一个专门的章节 然后就是分别论述了各种类型的腰痛 该怎么做治疗 它会有不同的治疗方式 那当然到了更后面一点 有很多针灸的书籍 或是一些我们讲针灸的歌诀 它都会提到也像是腰痛啊 或是腰连腿痛啊 腰背痛啊这类的一个论述的症状 以及我们在这样的症状下该做什么样子的治疗 对那他们那时候的治疗其实已经蛮丰富了 像他们当时选的一些穴位 有些可能会在局部 那可能也有些就会在远端 那也就是说这其实是 在那个时代就发展的蛮好的一个 治疗的一个形态 那当然到了现代 我们有更多的仪器啊 或是像如同刚两位医师都有提到 我们有很多影像的方式 或是更多检查方法可以去确定问题在哪里 所以基本上中医的话 我们透过症状的论述 或问那个病人的病史 我们就有可能可以找到适合的方式去做治疗 那当然如果现代来说的话 我们如果可以有一些影像啊 或是一些诊断啊来帮助我们 我们可能也会有更好的一个治疗的方向 是 所以刚刚听完了三位专家的介绍 我们先看一段影片 来了解脊椎的构造 以及有哪些疾病会造成下背痛 那回来我们再教大家有哪些治疗的方式 根据统计有八成的民众 会出现下背部疼痛的问题 而其中甚至有四分之一 疼痛症状超过一个月 下背部指的是人体第四第五腰椎 或延伸至第一间椎 其中包含肌肉筋膜 脊椎骨骼 关节 脊髓神经等组织 腰怎么样不舒服 就是胃酸会痛 下背痛常见的因素包含了 肌肉筋膜等软组织发炎 椎间盘突出 脊椎侧弯 退化性关节炎 压迫性骨折等因素 导致于神经受到压迫 产生酸麻与疼痛 当出现神经压迫时 患者的生活会产生极大的不便 我这样压有没有会痛的地方 稍微酸酸的 那有没有什么情况是会特别痛 那是不是坐着或躺着休息就舒服一点 医师会透过询问病史 理学检查 影像报告 神经肌肉检测等方式 来确认造成下背痛的原因 再依据诊断的结果 搭配药物 复健 中医与疼痛控制 痒起来 腰要出力 抬起来数五秒钟放下来 再右脚抬起来数五秒钟放下来 当上述方式都无法解决患者的疼痛症状时 可与医师讨论 进一步透过微创手术的方式来治疗 医师 一般我们民众一听到说脊椎压迫到神经 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要开刀 那因为您本身是骨科外科医师 你会鼓励你的病人开刀吗 是 那其实我们治疗下背痛是有步骤的 不是所有的外科或骨科医师都只想着 只会建议病人开刀 其实治疗下背痛 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会建议病人改变生活习惯 少弯腰 不要提重物 再来呢 可以考虑复健 在门诊我们会开立一些消炎止痛药跟肌肉松弛剂 去减缓病人的疼痛 另外也可以考虑像是这个麻醉科的疼痛治疗 或者是这个中医的针灸 对于疼痛也有相当的缓解的效果 当病人尝试过这些所有的保守治疗的方式 疼痛仍然非常严重 甚至变得更剧烈 那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长达三到六个月 我们才会建议病人可以考虑手术 是 所以不是每个都要开刀 其实一开始还是有步骤的可以缓解 那所以保守治疗包含了所谓的推纳 中医的针灸 那想请教一下我们疼痛科程医师 就你们的角度来讲 你有什么方式来帮助我们的下背痛的病患 好 那我们疼痛科的部分 主要是提供一些优别于复健 或者是手术之类的治疗 那主要的做法就是神经阻断 跟高频热瓶疗法 这个是最主要的 那神经阻断的话 就是我们经由针打到神经的周围 那注入这个局部麻醉的药物 减缓神经传导的疼痛 那高频热瓶疗法的话 就是我们使用一种特殊的高频电烧针 它会在针间放出一个热场跟电场 同样可以钝化神经传导疼痛的一个 严重的程度 那当然高频热瓶疗法 它可以提供一个相较于 传统神经阻断一个更长时间的疼痛缓解的 的期间 所以它们两个差别大概是这样 那陈医师那你是如何进行的呢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黄色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神经的部分 中间有这个脊髓神经 它会向两侧辐射出我们一些掌管到下肢跟下背的神经 那当我们确认说神经的疼痛的部分的时候 那我们经由像这样的针 这是高频热瓶的电烧针 那我们经由打针到神经的周围去 那注入这个局部麻醉药物 或是使用后面那个高频热瓶的机器 放出热场跟电场来钝化这个神经 那达到止痛的效果 是所以这是个很精密要很准确的一个治疗方式 那想请教一下我们中医理师 因为我知道你的专长是针灸治疗 那如果针对说在中医方面 针对这些有的腰痛啊颈椎痛 酸麻的病人 你会有哪些穴位来帮助他们 好那因为临床上可以用穴位非常广泛 那非常的多 那只是我可以把它简单先区分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局部的一个取穴 觉得说他今天是腰的不舒服 或臀部的不舒服 甚至腿部的不舒服 有些会直接就在那个地方做针灸 这可能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一种方式 那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 叫做远端的针灸取穴方式 就是说我明明是痛在这个部位 但我并不在这个地方做针灸的治疗 而反而去其他地方做 当然从中国古代就常常提到所谓经络 那当然经络大家可能也家里都听过 那经络里面当然有几个 有几条经络跟这个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主题 是比较有关系的 像是膀胱经还有胆经 大家可以看到图案 那个红线就是它走过的一个位置 那所以这些位置刚好跟我们今天提到的一些腰跟腿 都有一个关联性 那有些人疼痛也会 刚好会以这个位置的一个分布区域来发生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问这个病人的状况 做分析来决定要使用哪个经络的穴位 那在这种状况下 其实并不一定要直接扎在局部 而可以考虑从这个经络穴位 比较远的地方 就像脚上 或是甚至脚掌上 就可以去治疗这个重骨神经痛的问题 是 所以刚刚李医生 你有听到什么近端远端 那他们有什么样的优点啊 这些穴位 那当然关于远端的话 还有一个我们可以提一下 是全息对应的方式 那这个全息对应是比较新一点的方法 那他就是用 认为他认为了 就是我们身体的每个部位 其实都有机会可以反应或治疗全身的问题 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像脚底按摩 对不对 有时候你这边胃不好 你这边腰不好 或是耳朵也有大家有听过 那这些方式就是 这是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 远端治疗的方式 所以觉得像一张图来讲 他头上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的小人嘛 所以如果今天这个病人是腰的问题 或臀的问题 我们可以考虑在 他腰臀的位置去做扎针 也说也可以让病人得到疼痛上的缓解 那像刚刚主持人问到说就是 那我远端跟 为什么要选远端 我为什么不直接在局部治疗就好 那当然这两个方式都可以 那远端治疗有 我觉得主要是有两个优点 第一个是你可以当下 确定治疗的成效如何 因为你扎完之后 你可以叫病人当下活动一下说 你有没有比较舒服啊 疼痛感有没有减轻啊 有些患者确实可以扎完之后 当场绝对比较舒缓 那我就可以比较确定 我今天帮着患者做的治疗 是有帮助的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有一种方法是叫动气疗法 就是我们今天 增完之后可以请患者起来动一动 如果他真的比较舒服啦 如果那他我们可以起来 起来活动 要转转腰啊 动动脚啊 那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认为效果可能可以变得更好 所以如果要使用这种动气疗法 也只能使用远端的治疗 因为如果在局部做扎针 我们就无法进行这样子一个模式 是 所以不管是这近端远端 这种针灸治疗 都是属于专业的治疗 还是要到医疗院所 由我们的专业的医势来实行 会比较安全有保障 那想知道说 李师您今天来到现场 有教我们就是说 有几个穴位 让我们民众可以在家 自我的按压来保养 可不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当然因为刚刚也提过 穴位种类很多啦 那当然我个人是觉得 像手上的穴位是比较方便 如果在脚上 你平常站着 你不太可能弯腰去按嘛 所以我这边是先提供一个穴位 叫做领骨穴跟大白穴 那这个穴跟我们 大家很熟悉的 河骨穴其实蛮靠近的 它就在它的前面跟后面 所以大家要找它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在 手其实微微握拳 然后再找这个 我们叫第二掌骨的 这个旁边的凹缝处 大家按起来可能 找到酸的地方去按压 那就是这两个穴位所在的位置 那当然可以用大拇指 都可以用指尖 这样去做个按摩 那我觉得按的时间上 其实就是你有空 如果真的有不舒服的状态 有空就可以按 并没有说一定要按多久 累了就休息一下 没有关系 是 那按的部位上的话 我会建议说 假如你是右边比较不舒服的话 可以考虑按左边为主 那是左边不舒服 可以考虑按右边为主 那甚至如果在状况许可 你也可以像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我按的同时去做活动身体 或者活动一个不舒服位置 假如我今天右边不舒服 我可以按着左边的这两个穴位 然后同时让右边的身体 去做一些运动的动作 这有可能会让效果变得更好 但是这个毕竟只是一个保养方式 它的成效比不上 还是比不上你只用针灸的方式 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不舒服 而且没办法轻易解决的话 还是应该要到医疗院所去做 如同刚刚所提到的很多检查的方式 去确认原因 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哇谢谢李医师 这真的是很实用又方便耶 真的 还是要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真的是很担心说 如果真的要手术治疗了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大家解答一下 或可不可以让我们大家能够安下心 就是现在一些手术治疗 一些比较一些进步的 一些好的方式 可以帮助我们民众 那传统的方式的确是 在脊椎的正中央化开一个伤口 那我们把这个皮肤肌肉 用电烧的方式 一层一层的剥离 最后到达我们要处理的 这个压迫神经的 不管是椎间盘 骨刺 或者是增厚的黄韧带 把它移除 那把神经放松 达到我们手术的目的 那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 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 包括显微手术的发明 还有我们最新的内视镜 脊椎手术的发明 为了就是避免这么大的伤口 流血这么多 这个破坏这么多的这种手术 是 所以今天李医师 你有带来这个器械 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示范一下 如何进行 是 手术的当中 我们就是用类似这种的 很细的这个器械 那手术的方式就是在皮肤上 开一个一公分的伤口 我们直接深入到压迫神经的 不管是椎间盘 或者是骨刺的构造 我们直接将它移除 那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保护我们 大部分的肌肉跟筋膜的组织 不被破坏 手术的伤口减少很多 湿血量减少很多 那手术的复原 也只需要住两到三天 至少减少了一半以上 哇 所以伤口只要开小小的一公分而已 哇 所以现在的技术真是越来越进步 那可不可以请三位专家来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有哪些预防的一些建议 当我们在门诊进行一些疼痛治疗的时候 可能它会达到立刻缓解的效果 本来很痛的腰部 就疼痛缓解的九成左右 那有的观众 有的病患他就会觉得说 我的腰痛已经好了 那他就回到以前的生活模式 对于肌肉的一个过度使用 那其实这是很危险的 因为我们使用疼痛治疗 这个神经阻断的部分 它只是让我们的身体 接受不到疼痛的讯号 并不代表我们受伤的组织已经好了 所以最主要还是要回归 刚刚所提到的这种休息复健 这些的保守治疗 还是要继续进行 不然疼痛会很快的 就会又回到你的身上 是 所以不可以轻忽 中医这边就如同 刚刚跟陈医师讲的是一样的 就是有时候病人针灸完之后 可能真的症状还舒缓了 他就回去也是 马上就开始做他本来在做的事情 那这个过程他又会在痛 然后就一直反复 所以其实就是治疗过程中 要做适当的休息 保护还有做复健或锻炼 那个大概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这边 一般会建议病人说 像吃东西不要吃太冰冷的东西 或是量不要太多 或者是说像有些人在冬天 确实他的症状其实会比较严重 因为寒冷的状况下 疼痛感会比较增加 那这个状况下就要注意保暖 甚至你稍微做点热服 不要烫到状况做点热服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可以做日常保养的方式 是 所以保暖 还有适度的复健 适度的休息 很重要 第一点要提醒大家要注意日常生活的保养 注意姿势 少弯腰 少提重物 第二点就是提醒大家还是要运动 大家不要只想着说就是吃什么东西 只想做嘴巴的运动 都不想做身体的运动 年轻人可以做游泳 拉筋 或者是瑜伽 那老年人呢 体力比较差 没关系 也可以做做拉筋运动 或者是散散步 也总比坐着或躺着还要好 第三点就是还是提醒大家 不要这个随便 一开始就去找坊间的推拿 想要把骨头敲回来 还是需要经由这个 不管是中医或西医的这个诊断之后 确定没有立即性的危险 才可以考虑这些坊间的 这些民俗疗法 那万一真的脊椎退化严重到 三到六个月都没有办法缓解 医生说要手术 也不用太紧张 现在手术的技术都进步许多 可以考虑用这种 微创的内视镜手术 跟以往的传统手术 已经大大的提升它的这个预后 是 所以啊 刚才听完了 三位专家的分享 让我们知道 治疗下背痛的方式有很多 可以多冠其下来 大幅的降低手术的机会 如果真的要手术也不用太担心 院线都是微创手术伤口小 周遭的伤害也比较小 大幅的提高了安全性 再次感恩三位专家精彩的分享 更感恩你的收看 健康玻璃栽 我们下次见